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说一下应一位观众留言 我专门给他做一起 现在我对留言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我说过的节目 特别是你圆一篇搜索关键词去搜索一下 基本上重复的问题我不太会回答 然后有些代表性的或者当下代表性的 或者说重复时间比较久了 去年说过 今年没说过 我会重新说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以前我从超市里买微月 哪怕是大夏天 把根一小盆微月里面 它会有三到四颗 直接掰出来分了 修剪一下分了 然后种 怎么样种 踏太阳底下暴晒 一定要暴晒 千万千万不要看那些什么公众号 反正不要看别人乱说 你相信老河就行了 分了以后暴晒 它们种不好 全部都太肥了 哪怕是放在遮阴环境 它也不一定种的好的 你只要相信我的配土 相信我的浇水 你要相信月脊 就是喜阳的 然后你分根的时候 并没有说把所有的根都破坏掉 是吧 没有破坏掉 特别是那种裸根苗种的时候 它是没有毛细根的 是吧 你也不用担心的 那以我自己家里为例 大家看 像这颗低腹 你前两天出镜的时候 是吧 我说都快死了 叫商家便宜一点 结果给我打了个酒汁 不过是整体一起买的时候 整体酒汁 然后 你看 没问题啊 我知道的 到我家绝对没有问题的 肯定能种活的 是吧 像这种种下 就是直接就放在这里暴晒 是吧 到了我家 我还没时间种 我没有马上换盆 我如果马上去 把它那些肥土给倒出来 是吧 所以月季真的 想装死还挺难的 它就是在那个肥土里腌着 我倒出来的时候 那个根啊 一点毛细根都没有 然后只有表层有一点点 是吧 看过老视频的知道的 我当时倒出来是什么状态 是吧 然后 配上我自己的配土 然后浇水 爆晒 浇水 爆晒 是吧 绝对不能让它干着 表面绝对不见干 半干不湿就浇水 像这一棵 这一棵就是太明显不过了 看 它就是 我在移的时候 所以我说那种次裸根苗 还不如裸根苗 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就是属于怎么样 苗圃里面裸根苗 已经种在棚里 种了一段时间了 已经长根蒙发了 但是土还是太肥 所以我到了家 我得换 我得破坏毛细根 而且这些花 花苞 我没去动刀 对吧 因为现在春天 我南家再乐 也算春天 如果夏天这样的状态 我会先修剪一下 再去换了 这个状态就是很明显 我没有修剪 对吧 这种都是苗圃里种不好 都太肥了 导致的 这种都是大苗圃 批发苗圃出来的 咔咔修剪好 产出来裸根苗 再卖给那些零售苗 零售苗圃呢 卖两天卖不完 然后就装盆装土 继续卖 对吧 然后就蒙发了 所以这种蒙发的状态 到了我家 反正一无反顾 是吧 换土换盆 然后阳光底下暴晒 前两天是憋下来的 前两天是憋下来的 现在已经 你看我压都压不下来了 硬挺了 但是有损伤 是吧 这个很明显 有点损伤 没关系的 所以大家越是这样 越是恢复快 反倒是有点损伤 不要紧 它已经根系 已经长出来了 说明 只有它在阳光底下暴晒 它长根快 长根快了 你看恢复的也快 是吧 这种呢 就当时毛细根受损 是吧 等于说是 吸收不到水分 当刚刚换 所以更加要经常浇水 然后那个大太阳底下 它的那个页面 整个要去喷零 是吧 我天天喷 天天喷 是吧 一天喷好多次 我反正天天在家种花 如果是各位说要上下班的 真的 你中午不浇水 你这种大太阳底下晒 你如果上了接近30摄氏度 真吃不消的 是吧 越界也吃不消的 他不会死 他会进入到休眠 进入到收缩状态 然后他的根系就不会发出来 因为他收缩嘛 本身他还要去掉一些根系嘛 收缩保护自己嘛 保护核心嘛 包括他的叶片也会减少 会脱落 会黄叶 是吧 那个都是自我保护机制嘛 保护他自己的生命 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越界他很聪明 一旦缺水 就会进入到这个机制 但是如果是暴晒 你给他充足的水 是吧 充足的水是什么概念 就是半干不湿 就得浇 然后呢 他的那个整一个根系 在阳光和水分的质量下 就会生长得非常快 非常快 每两天都硬挺起来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发现他搭拉着头 你对我的配土和用盆 是吧 阳光有信心 你就坚持 是吧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要留意的呢 就是你土太肥了 那我心里也没底的 你问我 我也说不清楚的 是吧 你不要太肥 然后呢 就是土一定一定要透气 所以我那个万能配土很重要啊 它就确保透气心了呀 然后盆一定一定要透水 是吧 盆透水很简单 下面有底孔就行 有正常大小的底孔 对越界来说够了 你都不用开三个四个 是吧 就够了 然后在底孔那个位置 要留心的是什么 底孔不要在一个凸点上 底孔要凹在下面 是吧 就像你们家卫生间一样 是吧 要不然的话 那个排水孔不再凹点 那你们家洗完澡 是不是水会积水啊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有些盆 你得留意观察一下 种植前 有些盆 它是那个洞开在凸点上 一定要留心的 哪怕是那点积水 真的 长到那里的那点根系 就是反复的溃烂 反复的溃烂 就会这样 所以植物怕的不是水 水是生命之源 植物怕的是 你把它放在一个菜坛子里 是吧 给它腌成咸菜了 是吧 又肥又泡着 泡菜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那种腌了 泡菜一样的根拿出来 真的 和腌萝卜特别像 它不是那种白色的 它就是那种腌萝卜的颜色 一模一样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两个多月前 就是我们这里的初春 我干的那些事情 然后现在的一个状态 是吧 我的频道就是这样 有头有尾 当时是怎么挖的 怎么种的 哪里挖 种到哪的 我们看看 现在的状态 大家看 这一棵 种在这里已经 裸根苗 是吧 强行断根挖出来的 已经开花了 是吧 这也就是解释了很多人 哎呀 第一年中的裸根苗 不指望了 要指望明年了 不是的 它开的像没有移栽过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 这个状态还行吧 是吧 明年它就在这个高度 开满的花 明年继续看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棵 我为什么说那一棵 明年就这么高大了 你看 因为它和这一棵 是同一个品种 品种介绍里面 我专门介绍过 回想九夫人 非常棒 非常棒的抗性 但是南方种的夏天 颜色不好看 它能开花 复花性 花期都还可以 然后花形 太大病 然后容易交边 这款花绝对 北方随便种 没有任何毛病的 白粉病什么 抗性非常强 就是因为温度 超过三十摄氏度的时候 它的花型不好 然后这棵 这棵也是的 看 因为这里开了一朵 这棵掐下来给大家看 快卸了 是吧 也是的 然后还有这棵 这棵也是当时裸根苗 断根非常严重 是吧 咔咔咔 那些根都真的 有点类似于牵插了 几乎没有 没有任何一点毛细根 直接断根出来 对吧 同一时期移到这里 你看 都花苞了 那么当时那期 我是什么时候断根 什么时候挖出来 种过来的 我会把当时 两个多月前的 那个视频 放在本期视频的 结尾的那个方框里 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然后我把万能配图的那个链接 也放一个方框 本期结尾放两个方框 然后再预告一下 明天 明天我会出一期 给大家看看 我整个干活 需要多少的努力 是吧 累不累的 大家看我 打理这么大一个花园 觉得可能会很辛苦 辛苦是有一点的 但是原意是没有一劳永逸 因为 是吧 但是真的真的那么累吗 其实不难 然后工具配合到方法 是吧 这一整套的东西下来以后 其实相对还是省力的 好 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 好 中华养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